字幕提供 我稍微想像一下 我過去可能發生過一些事情 讓你太舒服了 你可以想到一件 讓你太舒服的事 一般最低其實一般最高 不用想太高了 大概兩三分鐘 那只好讓你 讓你太舒服了 那也許想像一下 那個面臺也有機會 在裡面再掃描一下 感覺一下 甚至像剛剛一樣可以先注意到你腳底 那個腳底再注意到你腳底 那感受好像隨著你的掃描 去感受一下那個不太舒服 你怎麼知道你不太舒服 是在你的身上某一點嗎 還是怎麼樣呈現 所以你知道你不太舒服 你可以感覺一下那個不太舒服的感覺 它怎麼樣出現在的心情 如果有了夥伴那很棒 那表示你對自己的身體 今天也在有一個非常棒的地方 這是一件好的事 那現在我想請你找到夥伴 或是現在還可以開始找夥伴 可以稍微等一下 我們就稍微動一動 然後我想請你稍微捏一下 握著開開 感受一下真實的疼痛 我們失去找那 Rocco 你的事少秒出來過去時間 代表你的目的開搭 就是我們不太一樣 我們剛剛有時候是這樣子 他分開前侍 什麼叫現實 什麼事情 有些時候我們過去那些記憶或時間 那不一定是以原來的狀態 那個記憶在我們身體裡面 那可能是另外的評測出來 或是另外的狀態 而如果我們可以非常棒的去覺察到 什麼對我們而言是一個確切的 整個狀況之類的感覺 而另外一個可能是我們基於過去的情緒啊 事件啊 或不太所謂的經歷 而到了過去的感覺 這時候我們可以去做更多的事情 我們可以區分出來什麼是真心 什麼是我們有 之前一直要告訴我們一些訊息的情緒 如果可以的話 我們就給你更多的資源 可以去應對我們身體 讓我們身體重新到來看 有些時候因為我們知道 那樣是怎樣存在 所以我們會不一定 會沒有方向 可能會有方向 會有方向 就是我們做了 而所有的部分 檢查都在 壞在的負責 其實很多是 譬如說現在在 情侯性面對我們之外 或其他要去行動 我們相信這些 資源跟 靈體然後立刻在動腦部的腦袭 而剛剛你們非常幫忙的 是到一個很好的狀態的腦袋 你可以去拉伸擴展整體的動態 讓你再給你們看到腦袋的腦袭 剛剛也非常好 我經過小 找到了真實的疼痛 跟過去前一次要告訴你們 一些記憶的腦袭 那你發現到這個差別的時候 那我們就可以真實的進行今天 因為很多時候我們也不惜 我們身體的探索 我們筋膜的塑膜 或按鈕的塑膜 如果可以讓我們更加 我們也能自己再來吃一吃 這些所有的技巧 所有的方式 會更加的加倍它對我的充足 所以今天我們稍微做了一些小小的探索 讓各位可以知道 你們的疼痛是一個不能存在 你們的過去的問題 是一個不能存在 是一個不能存在的 我們在家的探索 我們應該要去哪些地方 我們有很多人在市場 我們都會找到 我們有很多人可以看到